欢迎大家来参加由台湾大哥大基金会 买凤行动创作奖主办 画规画老师主讲的直播讲座 兴趣成职业的插画家求生座 都我在正式介绍小龟老师出场之前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买凤行动创作奖 大家可以看到买凤行动创作奖呢 它是一个有图文影音四个组别的创作比赛 那现在已经是第十五届了 那大家看到大大的字能不能 它是我们今年的主题 也许你不管是你是在创作的路上 或在人生路上可能会遇到过一些瓶颈 一些失败 然后你常会觉得说 自己是不是什么都不可能 什么都做不到了 但是我们想讲的是呢 其实不断的在尝试 一直在突破自己的你呢 已经超越了能与不能 所以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在创作的路上 你能不能够坚持一直做下去 今年我们想讲的就是呢 希望大家可以勇敢的跨出自己恐惧的那一步 然后冲破能与不能的边界 当你觉得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都是impossible的时候 你换个角度想坚持再多撑一点 再多撑下去 终有一天呢 impossible它会变成I impossible 这是今年的买凤行创奖 想给大家的精神 也是我们的主题 那接下来呢 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了 在这个主题之下 买凤行动创作奖有四个组别 分别是讯息文学 原创贴图 原创歌曲 还有微电影 我们呢 总共祭出了总奖金高达四百万元 竞赛加总扶持奖金更是破千万 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这些组别 分别在争什么样的创作作品呢 首先是讯息文学 可能很多人有听过就是简讯文学 它已经有十五年的历史了 那这个组别啊 我们有分就是行动讯息 还有稍后会提到的故事揭楼 行动讯息呢 我们分为时事组 和成语诗词创新应用组 征求的是七十字内的作品 那我们的首奖呢 高达七万元 其实不一定要写到七十字 一句话就有机会 可以拿走万元的奖金 那评审阵容都非常的坚强 都是我们就是创作界的黄金评审阵容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 什么样的句子可以得到奖金呢 像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这个表格 2020年的首奖 时事组 它写了 政府有燃眉之急 人民有肺腑之言 因为2020的时候呢 疫情已经开始爆发了 所以当时呢 大家就写了 有一个人呢 他就写了反应疫情的肺腑之言 然后还有政府面对的 这个欠电的问题 而这句话就拿走了 去年七万元的奖金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2009年的这个句子 更厉害了 四个字 想我 想我 想我的时候就打给我 四个字就拿走 当时七万元的奖金 可以说是一字破万金了 那如果呢 是你的句子里面 有用到成语诗词 就古语的一些改写的话 你可以投稿 成语诗词创新应用组 像去年的首奖 一样的呼应了疫情 他写了 人生得意 虚尽欢 他改了原文里面的 意 和静 两个字 就有让这个句子 有截然不同的意思 所以呢 这个只要发挥 创意改编成语诗词创新应用呢 就有机会可以获得 也是七万元的奖金 那如果你觉得 七十字或一句话 写得不过瘾的话 欢迎大家可以来试试看 故事接龙这个组别 我们征求两阶段的真文 每个阶段 真一百到三百字 那第一阶段呢 最近刚结束 第一阶段呢 他们写的是 接续我们官网上的 一个故事命题 然后写一百到三百字 留下一点伏笔 六月底之前 我们会选出入选奖三名 然后让第二阶段的人 再从这入选奖 继续接写下去 最后的首奖呢 高达十万元 得奖的作品啊 接下来都会被我们 上架到mybook这个 就是电子书的书程 然后让大家免费 可以下载看到你的作品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年大概是什么样的 故事接龙的命题 也许大家都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你好像梦境跟你 就是你的现实生活 好像在梦里 什么时候有梦过 那今年的命题啊 就跟这个人生经验 有点关系哦 这个命题呢 是在讲有一个职员啊 他很常就是 可能被主管骂 然后某天他在梦里面 梦到说主管呢 就是一个假掰的主管 他在公司阳台自拍 结果他要 正想要po文的时候 居然有一个闪电 就雷劈下来 那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梦还没梦完 他就醒了 那他很开心 隔天去上班的时候 他发现 好像发生了 一模一样的情景了 主管一样把他 叫到阳台上 要骂他 要一样要拿起手机自拍 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让大家继续揭写下去 那也请大家敬请期待 现在第一阶段的作品 正在评审当中 究竟第二阶段 会接续什么样的故事呢 大家之后 六月底之后 可以再来试试看 再来就是原创贴图组了 也许也是今天呢 就是现场观众最多 有兴趣的组别 那这个组别 我们征求是八张的系列贴图 还有第九张 第九张的那个单张呢 是自由参加的 首奖我们寄出 十万元的奖金 然后特别奖 如果你有画到第九张的话 就有机会可以拿到 最佳年度情绪奖 八万元的奖金 那评审阵容在这边 也有今天等一下 就会现身的话归话老师 也是我们的全省评审 那得奖的作品呢 除了拿到奖金之外 有机会上架到这个 Mplus的通讯软体上面 还有台北文创的 这个互动APP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过去有什么样的历届作品 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2018年的 这个这组作品 当时的主题叫做跨 就是跨越的那个跨 而那时候呢 画这组贴图的参赛者 他画了一系列 都是鬼的贴图 小气鬼啊 笑到病鬼啊 什么鬼 然后他多画了一张 年度情绪叫做 以跨鬼 既符合了他这个鬼的系列 然后又符合主题跨 然后也是大家很常用的 以读以跨鬼的意思 所以当时他就拿了 年度情绪奖 所以呢 也欢迎大家今年呢 可以来试试看这个组别 也许等一下听完讲座呢 就获得满满灵感 就可以赶快把它画成创作啦 那如果你呢 可能图文都没有 特别感兴趣的话 我们也有原创歌曲组 欢迎喜欢音乐 喜欢创作的朋友可以来参加 我们征求的是2到5分钟的全曲 完整的曲子 包含次曲演唱的 那首奖呢 高达20万 也有针对就整首的创意 还有演唱人 有特别的奖项 然后评审阵容 是非常坚强 都是金曲奖等级的评审们 表演讲的作品呢 除了会获得奖金 还有机会上架到MyMusic 也会成为台湾大哥大免费的达林 更有厉害的后续扶植计划 等一下跟大家说 最后一个是微电影组 我们征求的是 3到5分钟的微电影作品 无限装置 无限题材 首奖高达100万元 那我们的评审阵容 都是金马奖等级 黄金评审阵容 那欢迎大家呢 不管是用专业的器材 或者是手机 空拍机等等的 运动摄影机都可以 那我们也特别设置了 最佳行动特色创意奖 还有实验影片 就是希望可以大家 鼓励大家用一种实验性 勇敢的精神 然后发挥你这种 行动装置轻巧的特色 然后来角逐这个特别奖 得奖的作品呢 会上架到MyVideo 也有一些后续扶植计划 这边让大家看看一下 历届作品 过去我们有分 专业器材的作品 像左边的这上下两个 都是专业 比较专业的器材来拍摄的 那另外两个呢 是由手机拍摄的 而今年呢 我们不限装置 不限题材 欢迎大家 不管用什么东西拍摄 都可以来投稿哦 那刚刚有跟大家 卖一点关子 就是在讲 得奖人后续扶植计划 究竟是什么呢 那在过去的十几年 过去的 2012年到2020年之间 我们有 总共委托了 17个得奖的影像团队 拍摄了43支的工艺5片 也就是说 这些得奖人 他们除了拿了奖金之后 其实后续我们都还是 有关注大家的发展 如果有任何合作机会呢 也都会再找大家一起来合作 那当时的公艺维电影啊 这几年来 有些影片的观看次数 更是破百万了 再来是歌曲组呢 之前我们针对影音的 影音这两个组别的创作人 特别设施了一个 叫勇敢追梦的计划 在2016到2018年呢 我们针对了歌曲组的得奖人 就是挑选出了 这三年总共挑选一组的得奖人 那我们扶植他们成为素人歌手 发行了单曲 那些单曲的MVR 都破百万观看次数 那后来呢 也成功地送这几位素人歌手呢 登上这个跨年农历年的 红白艺能大赏小巨蛋的舞台 那在2020年的时候呢 我们更是扶植了一个 影音双漆的人才 就是他曾经是维电影的首奖 也是歌曲组的首奖 那我们找了王小弟老师 一起担任追梦导师 和这个得奖人 共同创作了一部叫做 台湾的原创歌音乐短片 它叫做奇幻书店 20分钟的长度 那九天呢就已经在YouTube上面 破百万的观看次数了 主题曲MV也非常好听 欢迎大家可以到 网路上搜寻 所以呢 这边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只要你愿意广告出第一部 然后交出你的创作的作品 其实未来呢都有机会 除了拿到奖金之外 未来创作的路 创作的梦想 都能够开启 无限的可能 希望大家能够发挥 冲破能不能这个疆界的精神 相信自己是IMPOSSIBLE的 然后勇敢来投稿 好啦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 我们就要欢迎今天的老师出场了 然后 今天呢 我们的要欢迎的是 全台最叛逆最恶搞的小学生 就是常常呢 用一种颠覆的眼光看待世界 然后他好像看起来很厌世 却对社会议题有很多的关怀 好 他是谁呢 他就是小学课本的逆袭 创作人 画规画老师 好 让我们 请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究竟呢 兴趣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老师的 这个职业 那现在成为全职插画家的老师 又在做什么呢 又是如何生存的呢 好 那我们现在掌声欢迎 画规画老师 自己掌声 耶 掌声耶 好够 大家好 我是小学课本的逆袭 然后呢 就是如果有人 不太知道我的话呢 我就是在脸书的粉专 跟IG的粉专 叫小学课本 逆袭 我是创作者 然后呢 其实我不是学画画的 我大学的时候是念 运动与休闲学系的 就是我本身是学运动的 然后所以就是跟画画是 不太相关的科系 那我的创作的小学课本 在2015年的时候 创作推出 然后那时候 在当年的销售额就有破千万的台币 然后每个月平均的贴图接收时数 也超过两千万次 然后等等 粉丝团啊 人数也是在第一年慢慢的慢慢的成长 然后到现在为止也画了超过30组的 各式各样的贴图 那合作的单位 当然就是像LINE啊 IKEA啊 还有跟总统府到今年有跟 去年有跟唐氏政基金会合作 还有跟今年跟虾皮购物合作 还有当然最重要的今天 跟台湾大学大行动创作奖 今年也是迈入第四年的合作 然后就是在这段时间里 也没想到说可以借由画贴图 就陆陆续续的 可以跟这么多的单位 有过合作的关系这样 然后这就是我画的贴图 从第一组开始陆陆续续 一直新增到现在 就是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风格 不管是静态动态 可爱的版本 然后乱画的版本 到有一点手绘感的版本 然后就是持续的 一直在赶考的路上 然后这边是一些合作的动态 就是从一开始 可能跟KKBOX的图文合作 还有跟统一轻松小品的合作 才慢慢地跟市场上 有过比较多的曝光跟接触 那要讲到说我从创作贴图开始 就是为什么会从学运动的 到变成画贴图的过程呢 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我就本来就不是一个会 就是很专心念书的学生 我就是系学会学生会 然后还有在打工啊 然后打排球队啊 然后当女排的教练啊 基本上就是 并不是一个那么认真在念书的人 然后 我自己很喜欢画画 所以当时也是因为 做了很多有的没的事情 但是其实我家境不是特别好 那就是每个月的 要怎么说呢 生活费很少 那时候每个月只有六千块 然后六千块你要吃饭 然后要买教科书 然后又要付一些 其其他他的费用 其实每天的 就是可能只有一百块 可以吃饭这样 所以我就会去画一些帽子 然后画一些东西去摆摊去卖 然后那时候就是 本来就喜欢画画嘛 所以就是进一些卡车帽 三四十块 然后你画完之后 这可能可以一百五两百块 把它买出去 然后就赚了一点生活费这样 那后来到了工作之后的日子呢 就是其实我也是 从运动休闲毕业之后 并不是那么的 可以找到相关科技的工作 你要嘛就是当体育老师 不然的话可能就是要当健身教练 等等之类的 那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而且那时候就很焦虑说 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是补习班的业务 所以那时候在补习班的时候 其实我第一份薪水只有20k 就是连22k都不到 就是只有20k的工作 然后那时候 每天就是早上八点多交到办公室 然后到下班之后开会到加班 可能9点10点才回到家 那时候到学校里面要发传单 发一些补习班的传单 我就会自告分手说 我可以试着设计看看 我可以试着把这个东西 就是做个传单做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那时候 做的传单 然后其实很丑啦 就把一些字全部塞进去 而且就是用我的做的 很简陋的东西 只是那时候就是第一次 从手绘的东西 变成是在电脑上面 做设计跟创作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是不喜欢 做业务工作的 我很不喜欢去强迫别人 或者是推销别人 去做他本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 然后我们那时候的一个手法就是 到清大去 然后拿一块披萨 去跟他说 同学同学 我们等一下这次中午 在这个教室 有一个小小的披萨的讲座 那你来的话 就可以免费吃披萨 那你吃披萨 我们就可以跟你 稍微讲一下 来我们这个补习班补习 会有什么样的好处 你考研究所 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那时候就是 慢慢的训练自己 敢在更多人面前说话 然后我就渐渐的 可以意识到说 虽然这是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个里面 也可以学到我更多的技能 所以我那时候就设立一个目标 虽然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但是我一定要做买一年 然后就是我讨厌我做的事情 但是既然我已经浪费时间在这个东西上了 我就不要完全的浪费 我就在这段时间里面能学什么东西 我就尽量学能拿什么东西 我就尽量拿 然后在下班的时间就是 因为那时候其实在清大考业务的时候 也认识了很多学生 也认识了很多那边的同学 他们都知道 就是后来有一些比较熟的同学 就知道说 我是喜欢做设计 我是喜欢做插画的工作的 然后那时候就清大有一个同学 就也知道这件事情 我就请他到图书馆 帮我借书 帮我借设计相关的书 然后我下班的时间 就开始学描画 我就边翻书然后边学 那时候就可能想说 iPhone可以自己投稿 去设计自己的iCache卡 我就自己开始摸 然后开始做设计 然后旁边这个可口可乐的T-shirt 也是那时候 Uniculo有在申稿 就是跟可口可乐有关的设计T-shirt 然后我也是去投稿 那时候全球也是有 好几十万件 好几百万件的投稿 然后我是有 入选到全球的前六千件 虽然是只有前六千 但是对当时的我来讲 因为这不是我的专业 不是我的本科系 所以对那时候的我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鼓励的作用 后来这个卡跟衣服有 就是它会有大量印吗 注射前六千 所以有印给大家可以 没有没有 六千没有 就是那时候卡的话是只有我自己就是做出来 然后自己很开心有一张自己的卡 然后衣服的话是就是有入选 然后入选之后有进到他们一个设计的网站 然后在设计的网站里面让他们去做票选 票选前好像前十名才可以真的印制成商品吧 对所以对对对是没有入选吗 有点像是入 有点像入围 可是没有最后得奖的感觉 对对对有点像那样子 获得肯定 对因为当 对对对当时的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鼓励 然后后来我就从补习班的业务做了一年之后 我又确定说好我要转职 所以真的做满一年之后我就转到了另外一个活动企划公司 然后在活动企划公司里面就开始去会除了做活动企划之外 我们的公司有一个很厉害的设计师 然后我也是会一直去问他问题 一直去偷看他设计的一些小技巧等等之类的 然后所以在企划的途中可能我们会讲说 在这个企划里面我们会加一些什么文创商品 然后那个文创商品 我可能就会想象大概长什么样子 然后就会在可能下班的时间 加班的时间 另外的把它画出来做出来 那这个本来就是不在我的职权范围里面 但就是多多少少可以去接触到我喜欢做的东西的部分 我就去做我就去弄 然后有的时候设计师可能不在 那有的客户就想说我的名片想要改一下 把那个东西移上面一点移下面一点 那办公室里面就是我会移啦 那我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那就会给自己一个肯定的感觉 就是我以前在下班时间翻书学的这些东西 我在职场上真的用到了 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小东西 但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我实际上真的好像可以慢慢的用这个东西来在我的工作当中做运用 然后慢慢的我 其实我做了很多份工作 我就是一个一个介绍可能做过哪些东西 然后来到了东森山庄去做那边的设计 就真的是专职做设计了 然后有设计了在东森山庄里面的 他们的角色 现在的公仔 然后来他们也有做成那个 那个叫什么 反正就是公仔的衣服公仔装 那只要你到那边去 他们就会穿那个公仔装去跳迎宾舞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有他的形象手册 那时候有开始做一些 其他的设计的结案工作 在上海有一个杂志人物的绘图 他就丢给我一些人像 那我就把它画成Q版的任务 就可以丢到杂志里面 然后就是慢慢的手绘 跟在电脑绘图的能力 就有一点点一点点的去做精进这样 然后后来就进到了网络行销公司 卖东西 卖一些鞋子衣服包包等等的 然后我就是网络的小编 所以其实在网络小编的这个工作 学到蛮多就是在社群经营的这一块 就大概知道说几点发文 会是比较好的初级 或是发文的文案 你可能要打一些什么样的标题 会比较吸引人等等之类的 那时候除了做一些网络宣传的东西 还有做一些设计跟包装的内容 因为我们公司的设计部门 虽然他们人很多 可是那时候是一个很新创的公司 所以他的分工非常的不明确 就变成那时候想要重新设计 物流的包装跟那个破坏袋等等之类的 他们设计部就说 他们没有人有空做件事情 那我也把它抢过来做 我说我好像有一点时间 然后我就是也是加班 然后就开始做一些版型 就是学说怎么去弄刀模 怎么弄排版 然后把这个东西设计出来 后来也到了上海做一些品牌的设计 设计衣服 设计包装 设计网页的layout 然后一些logo 那些盒等等之类的 就是一步一步的从不相关的科系 然后去走到现在把这个东西当做工作再做这样 那这些事跟一些朋友 他们知道说我会画图 我会做logo设计等等的 然后就会丢案子给我 我说没有空 可不可以帮他做一些不同的APP 或者是他们想要开吉他店 想要自己做部落格 就帮他们设计一些图案 一些小logo这样 那其实当时可能设计一个logo就是几千块钱 就是那种朋友间的友情家那种感觉 在生活上其实是 不是就是一点点小小的帮助这样子 但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 在设计跟创作上的一个很好的练习 然后这个是在江西的一个餐厅 也是因为之前发包啊做logo啊 就会朋友间传来传去传来传去说 有没有人会设计东西 然后就帮江西的一个餐厅做了一个 整体的视觉设计还有菜单设计这样 然后到了后来那时候我已经在上海工作了 然后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我就想说为了别人花那么多 那我自己 所以就是在闲暇的时候 就会去画一些自己关心的议题 像社会议题服貌那时候的事情 然后还有可能上网的时候玩一些海龟汤 自己设计一些迷宫 然后跟网友互动这样 我觉得蛮好玩的 所以那时候就会想说为了别人花那么多 那我自己知道说LINE那时候在争那个原创贴图 那在原创贴图的 我自己那时候跟朋友聊天就会觉得贴图很多都是那种很可爱很Q版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比较少恶搞或是莫名其妙的贴图 所以我自己就想说我想要画一套贴图 给我跟朋友之间自己来用 所以我就秉持着想要有一个乱七八糟的贴图可以用的想法 就自己投稿了原创贴图 所以那时候我这一页的意思是说 其实很多人在一开始投稿贴图的时候 会很在意说我贴图会不会大卖 会不会赚钱 会不会就是我不想要当一般上班主不想要工作 或是想要在家里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的初衷 我觉得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你必须要有一个 你想要画的东西 然后你想画的东西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要基于这样子的想法跟理念去创作 这样子才比较有动力可以持续下去 然后就很多人问说 为什么画贴图是画小学生 其实一开始的想法是我想要一个二稿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很多可爱的贴图 那假如可以的话 我就可以画一个比较复古风的贴图 然后那时候是没有这样的贴图在市场上面的 然后一开始我想到的是注音的字型 就是标凯体加注音 然后想到标凯体加注音 就很自然的会想到小学生 所以才会有小学生的出现这样 然后也很自然因为我觉得是伊拉嘛 所以我那时候去学是用像样绘图的方式 然后像样绘图的话就很自然的在后面可能你要做一些输出或是做商品 它都是很好的一个运用的方式 然后就这样我在上海的时候我就是工作加班 然后加班完之后晚上就画图 每天可能花半小时一小时 也不一定每天都会画 所以就这样断断续续断续续的 过了八个月才把第一套贴图画完 其实并不是说画贴图是很花时间的一件事情 而是你愿意持续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完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然后画完了之后 没想到第一套贴图就获得了好评 算好评吧就是卖得还不错这样子 然后也有机会就是卖到来那边 刚好那时候他有一个培植新人的计划 然后因为销售的状况还不错 他们就有问我说 有没有想要做动态贴图 然后我的朋友也鼓励我说 要不要用这个东西开一个粉砖 然后我就开始画一些生活上 自己觉得有趣或搞笑的东西上去 然后也在那个时候 KKBOX联络我 问我有没有想要跟他们长期合作 画音乐相关的图文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 除了画动态贴图之外 又有一些其他的合作 我好像有点忙不过来 因为动态贴图 那时候在画的时候 我是跟公司直接请假请了一个月 因为在画动态贴图的时候 我对这个东西并不是那么的熟悉 然后我除了跟便利商店的员工讲话之外 我就是窝在家里一直画图 然后遛狗画图 遛狗画图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很 闷在家里 很封闭的一个创作的过程 对 那其实那时候我已经 从上海回到台湾工作 也算是一个主管职的工作了 然后薪水也还不错 只是 我当时就有发现 如果我想要继续的做贴图 做创作 我是没办法继续在上班 继续兼顾这件事情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必须下一个决定 就是我到底是要 做一般的工作就好 还是要做 不知道可以红多久的 贴图创作者这样 那很明显的 大家已经看到今天的结果 就是我后来还是选择了做贴图 因为我觉得 人生的过程只有一次 那很多的路 你知道走了之后是安稳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有些路你不知道走下去 会是什么样的风景 或什么样的状态 那我觉得 如果你有兴趣 或是这个是你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话 就可以放手去尝试看看 不要留遗憾 这样 给大家分开下 超画家的日常 当然这个是有点夸张啦 但是你真的在画贴图 或者是在赶稿的期间 很多时候你睡觉是会一直 没办法好好睡的 就是你可能会有很焦虑的睡眠 然后边画画边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 你可能就是去便利商店 买个加热的便当 就是边吃然后边在电脑前面 你可能每天三餐 因为我只吃两餐啦 就是每天吃饭加起来的时间 可能不会超过三十分钟 就是很快的爬完饭 然后就开始 开始继续弄东西 然后你在时时刻刻 不管你想要放松 你想要看什么东西 你都会想到说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用来画贴图 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梗 可以用来画贴文 就是你会不停的去想到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很多时间会逃避现实 然后还有很多时间 你就会一直在感高 那在画画的时候 最重要的很多人会问说 是怎么样吧 有那么多 其实也没有很多 就是怎么去累积灵感 或者是怎么去想说 要画什么图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 就是你必须靠记录 你必须把你生活中的 遇到的事情记下来 然后加入自己的想法 创意来自模仿 不是说你要模仿别人的创作 或模仿别人的点子 而是模仿你生活形态 遇到的事情 你可能遇到一个奇怪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故事转化 然后画成你的贴文 或画成你的贴图 对 这个都是一种方式 然后这个Google Keep 是我很常用的一个济世的软体 我觉得它很方便很好用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一些想法 寄在你的手机里面 对 非业配 如果要汇钱给我也是OK哦 然后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那时候我跟朋友去搭捷运 然后一上捷运的时候 我朋友就想说 没有位置了 可是其实我一看 就是浅蓝色的位置 就是博外座 其实全部都还是空的 只是他一上去 很自然的就是说 没有位置了 所以我心里那时候就 很直接一个想法是说 难道说 博外座是不能做的东西吗 所以后来就产生在这边贴文 然后也是受到了 一部分的讨论跟回想这样 然后还有这样的朋友 他可能不太会停车 不太会开车 然后在要出停车场的时候 手要伸很远 才可以投到一个投逼机里面去 然后我也觉得这个东西 是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我就把它画成贴文 那我除了灵感的累积之外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 都会把插画家吗 或者是图文作家 或者是创作者的生活 想得很靠画画就可以赚钱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我大部分的时间 真的很多时间是在处理 跟画画无关的事情 这些是跟画画都有一定的关系 但其实又不是那么相关的事情 这是一些杂物跟行政的东西 然后其实我自己很庆幸的是 就是这些计划能力 报价能力或经营粉丝团 协调工作能力设计能力跟写文案 跟一些写合约的房屋知识 我可能在我之前 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 像是做助理的时候 或结案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在补习班做业务的时候 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在 我不喜欢的工作 或大家觉得很琐碎的事情里面 那些技巧却累积成了 我现在在工作上很重要的技能 所以我会觉得很重要的是 就是做过那些事情 我才可以做到现在喜欢做的事情 所有你讨厌的或是你不喜欢的事情 其实只要你经历过了 那些事情都会回过头来帮助你 一开始可能大家都会想说 我出社会之后 我的人生的方向 我要走左边还是走右边 那其实你真的到了求职的阶段 刚好现在是毕业季嘛 我相信很多毕业生 如果要开始要找工作的话 就会有很明确的感觉说 好像每一个工作 你都会想要偷偷看 就很想赶快有一个事情 并不是说你以为只有三个选择 其实是会有点毫无头绪 毫无方向的 那我会觉得 如果你好无头绪 或者是你真的不知道自己 可以做什么 或没有想要做的事情 没有梦想的话 你要怎么办 那我会先建议你先有能力为主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 可能到了三四十岁四五十岁 都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或喜欢做什么事情的人 大有人在 那我不觉得那个是一个 你活在世界上的先决条件 虽然大家会用这个东西来认识你 但是家庭也很重要嘛 然后感情也很重要嘛 就生活中重要的面向有很多 那工作其实 我觉得只是在生活中的其中的一块 那在这一块里面 如果你想要有成绩 或者是想要做的好 比起你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要先累积 你可以做什么 只是先以累积自己的能力为主 那在现实跟理想 就是也是很常会有人问说 现实跟理想该如何抉择 那其实前面听的话 应该就会知道说 我是绝对现实优先主义派的 小时候大家都想要当个有用的人 可是大时候大家就觉得 好想当狗 被养就好 被包养就可以了 那我自己会那么毅然决然的 可以转换跑道 或者是转换工作 也是因为我前面的工作 可能有累积一段时间 有一定的后辈的金钱 可以支持我去做 我想要做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养活自己 绝对是先决条件 当你马斯洛的基本需求理论 当你连饭都吃不了的时候 你是没有什么动力 可以去追求你想要做的东西的 你只有当你的生活 各种状况是稳定的 是满足的 你去追求你想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才会有足够专心 或者足够的动力 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人生有90%是无趣的 我之前是写说是负面的 是讨厌的 可是我后来想想 可能没有那么悲观 只是有90%的时间 你可能就是吃饭 起早睡觉 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上班 然后处理一些行政流程 就像画画的过程也是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一篇图文 然后就很开心 你可能笑两三秒 但其实我可能前面画了四五个小时 这个可能不是 你不是创作者的时候 不会意识到的事情 就是你大部分的时间 是在准备时间 就像煮菜一样 你可能就是备料 然后烹煮 然后只有一程的时间 你坐下来吃饭 可是有时候吃起来还很难吃 所以就是这个创作的过程 或者是你在追梦的过程 并不是那么投入跟回报 是这么的可以预期到说 一定会很丰厚 或一定很赞的 你必须接受说 人生就只有90%的时间 是在做准备工作 是在做无趣的事情 但是其实只有那10% 快乐的时间 跟朋友共享的时间 或是你觉得很满足 很有成就感的时间 那个时间就是很珍贵的事情 所以90%的无趣 绝对是值得的 绝对是你值得去体验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讨厌你现在做的事情 可是不要停止 重重学习 你可以不喜欢你现在的同事 但是如果你现在做的事情 可以学到的东西 那就稍微忍受一下 学到你想要学的 你再离开 你再转职 不然的话你 讨厌的事情 就真的浪费掉你人生的一块 学习的机会了 然后这本书 有一本书叫做 如果世界是100人村 然后这是我还蛮 每次演讲都会推荐大家看的一本书 就是不要轻忽自己的力量 因为我都会问 听演讲的人说 在 假如说 你浪费食物的话 是不是真的会对非洲小孩有影响 那其实如果你把世界 就是萎缩成只有100个人的村子的话 其实有很多人的食物是过剩的 那如果只有100个人的话 那很简单 只要那些过剩的食物 拿给那些不够的人吃 那世界就和平了 那只是你把世界放大到 整个宏观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很轻忽说 我现在这样做也没关系 或是别人那样做不管我的事情 那其实我会觉得 一人份的努力 就是有一人份的力量 你可以影响的就是身边周边的人 所以不要随便的去 轻忽自己的力量 或自己的能力 我会觉得 如果你有想做的事情 你觉得自己是有能力的 那不要看清自己 想做就可以去做 然后你认真的对待别人 或认真的对待你做的事情 你同样的就可以 得到认真的回馈 别人就会认真的对待你 大概是这样吗 印象最深刻的合作经验 印象最深刻的合作经验 其实 我觉得很特别的 如果突然想的话 其实每个都还不错 但对我影响蛮大的是 红包带的合作 就是工艺红包带 然后工艺红包带的合作 其实是 它并不是跟金额什么的 有太大的关系 只是因为那时候的做法就是 我设计红包带 然后捐给街卖者 街卖者可能就是有 巨轮合作社 然后可能他们在街上 就是推着轮椅 之前是卖玉兰花 然后后来可能他们就可以 卖文状红包带 或者是卖一些 就是比较现代感的设计箱包 设计箱卡 然后那个东西就会比较吸引 年轻人的目光 比起玉兰花 比起口香糖 他们看到就说 为什么街卖的人会卖这个东西 然后甚至有人看到那个红包带 因为那时候我的设计是比较 恶搞或者是吐槽 这个红包文化的东西 然后就会有人还特别 为了要买红包带去找街卖者 那些街卖者可能也是 以前没有体验到这些事情 就是他们以前可能都是要追着人去叫卖的 他们没想到会有人 有一天是有人追着他们说 那你有没有卖这个东西这样子 那在合作完的某一天早上 我就有看到一篇报导 就是有讲到 其实街卖者他可能也因为这个合作 然后让他有了比较好的收入 然后那一年就可以 在饭桌上给小孩子吃小孩子想要吃的菜 然后看到那边报导之后 我真的是就是痛哭 因为我那时候没有想到说 我自己想说 只是一个红包带的设计合作 把他丢出去 我没想到可以 就是你很窃窃地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有帮助到了其他人 那对我来讲 那个是一个很不一样 很深刻的体验 对也是让我会持续想说 不管我多忙 或是不管我画贴图或接了多少案子 我一定要留一点时间给公益 因为如果说你真的对画贴图 或是对绘图有兴趣的话 然后很多人会问我该怎么 踏出第一步 不好意思 然后这个是之前有人在演讲的时候 有一个高中生问我的问题 他说他很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 那其实我觉得要跨出第一步 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的一个简单的做法 就叫拆解动作 就是你可以把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东西 把它拆成每一个你会做的微小的动作 像你如果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的话 你就可以把动作拆成 你只要走路 你会走路吗 然后还有上台 你会上台吗 你也知道怎么走上台 然后你会说话 你知道怎么说话 那你就把这个东西拆解开来 这三件事情你都做得到 你不要把它组合在一起 变得好像很大 你就慌了手脚 然后像说话这件事情也是 你只要拆解说 你想要讲的重点有哪些 然后顺过自己的重点 一二三四 你想要讲到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把注意力放在表达上面 因为有的人害怕上台讲话 就是你在台上的时候 看到很多人的目光 很多人打哈欠或质疑的眼神 或他们在滑手机不理你 你就会很想说 我是不是很无聊 你的脑袋就有一片空白 那既然你是上台说话的人 你的重点就应该摆在 输出而不是输入 所以就不要过度的去在意 听的人的反应 然后就把注意力放在表达 你就把这个东西拆解再拆解 你就会发现 其实每件事情都做得到 那像贴图也是 你一开始跟你说 你要画一整套贴图 你可能会想说 那我要画什么 我根本不知道 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画 那其实很简单 你也是可以把贴图的架构拆解开来 贴图你可能可以分成不同的角色 那些角色各占几%的比例 然后在贴图的文字 或使用的情境上面 你可能是想表达喜怒哀乐 情绪的表达 或是你想跟人家说 OK不OK 这些中性沟通的字眼 或是你本来就有些口头惨 或恶搞的东西 那些其他类的项目 你都可以把它分类开来 把它拆解 然后像中性沟通的部分 可能有好啊 这些也没办法晚点回饿了 晚安不客气等等这种沟通用语 那你在这些沟通用语之中 就可以想到一些可能比较有趣的动态 或者是文字的表达方式去改变 像饿了 我那时候就想说饿到快变model了 那或者是拒绝人 所以说不行 然后就说抱歉 生理上无法接受 就是用另外一种转化的方式 去让人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贴图好像跟别人的表达方式不太一样 这也是一种做法 然后在情绪表达上面 像喜怒哀乐 惊讶 赞啊 累啊 不开心 其实我觉得赞很重要啦 几乎每一组贴图 都一定要有一个有关于赞的表现方式 不管是不是赞这个字 哇好棒 牛都可以 看你要怎么去表现 但是这个真的是在每一组贴图里面 都要有的 才会让人家觉得好用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 你在用这个贴图的时候 找不到这些常用的字眼 你就会跳到别组贴图去 所以这个我也是很建议在贴图里面要放的情绪之一 像那时候赞我就改成你真的很棒 然后这个鼓励的用语 然后像喜怒哀乐或是玩懒 就是画一个在床上躺 躺着用手机的现在的蜜 这样子就是 去表达你现在的情绪 就是用不同的表现方式 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特别款的 像你自己本来就会用的口头禅 或者是现在的市面上的流行语 甚至是你把一些迷音 画成贴图 像是之前很 就是有人说IG 很多人很喜欢用那种黑底 然后写中就还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就是那种女生 明明就是好像没事 可是后来就偷偷发那个限制动态的东西 那像这种你可能乍看之下 不知道它要用在什么地方 可是它可以在众多的贴图组合之中 让人家吸睛 就是你就会觉得这个贴图跟其他贴图 不一样或是很特别的用法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可以在一个贴图的组成里面 可以放个几张当作重点的图 那当然这些不同的贴图的类型 不是那么明确的区分啦 就是当然有些会有一些横跨 或是都可以情境通用的 就看你怎么去做设计这样子 那依照着不同的比例来讲 你可能在使用的情境上就会有所不同 像工作跟业务用的贴图 它大部分就是在中性表达跟沟通的上面 那跟好友跟情侣之间 或是家人之间的 就比较多会是在情绪 然后沟通甚至恶搞的图 就会比较占比会稍微再多一点 那更多莫名其妙或展现特色的贴图 你可能就有很多是那种其他类别的图 所以就是看你想要怎么表现这组贴图 你就可以运用不同的占比的方式 去让人家对这组贴图产生不同的印象 那老师如果是像我们 就是买缝我们针件规则规范是八张系列贴图 对 如果是八张的话你觉得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安排 就是比例上啊或者是 就是之类的 或是主题什么的 嗯 你觉得 我觉得首先就是像这次的主题能不能嘛 那你就是设定一个角色 然后可能在表现上就会比较多是在 沟通跟情绪上面 例如你可以做到 就是再或者是交给我吧等等之类 就是比较正向的贴图 或是这不可能这不合理 这种不可能的类型的贴图 你也可以放一些进去 那也是看你怎么样去包装这些字词 就是改成你习惯用的形式 或是角色可以用的形式 像之前有一个贴图 他画的都是鸭子 所以他的所有的押韵都是说 这不可能鸭 他就是所有的鱼尾都是放鸭子的鸭 然后他的整个贴图的形象就变得很可爱 所以这就是看你 他就可以跟角色做一个结合 那在这八张贴图里面 我会建议你可能就可以放一两张 是比较莫名其妙的 也或者是说可以展现你这个角色 或者是你这个个人特色的东西 那就可以比较吸引评审的注意 因为假如你八张都是 OK 不行 赞 好 拜拜 早安 午安 晚安 那我们可能看过就忘记了 那如果你有一两张是 跟能不能或是比较吸引眼球 跟年度情绪有关的东西的话 那评审可能就会留下印象 所以在比例上 当然还是要以好用为主 然后再留一两张 比较有趣有特色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就是一组 比较完整比较好玩的贴图 很多人会误以为说 你在画了贴图 或者是被大家看见之后 你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你就大航大子了 但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开始把梦想当作工作的事情 所有的名次啊 所有的比较啊 各种状态都是流动的 你不会永远都是第一名 你也不会永远都是周一名 你可能某篇贴文拿到了几万个赞 然后就下篇贴文只有几百个赞 那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不要停止学习 不要停止去接受外面的声音 然后随时检视自己做的事情 是不是偏离了本来自己想要做的 然后同时也要聆听不认同你的声音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就是有的时候 自己走偏了自己不知道 或自己的情绪太激动了 这个东西可能在朋友之间 沟通是可以讲的 可是放在大众的场合 就是不适合的 那可能外面的人的留言或提醒 那个就可以让你去反思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可是当有人盲目攻击你的时候 你也要学习去过滤 不要全盘去接受 那这个就是比较后花了 就是当你开始以这个为职业 或是你开始在轻盈粉砖 或是你把自己当作KOL 在做的时候 你可能就必须要注意到的一些事情 那这些事情并不是说 就可以让你 就是成功的方针 但至少可以让你过得比较 不要太被这些事情影响到你 正常的生活或正常的心情 那保持正常的心情 你才可以有稳定的创作跟输出 所以我觉得这几点都还蛮 是我自己觉得还蛮重要的心得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体验吧 就像刚刚我会选择 做插滑而不是做稳定的工作一样 我觉得就是好好的去体验人生 把人生当作是游乐园的门票 就是你就算现在待的是鬼屋 你回头想想也会觉得被吓的过程很有趣 你现在可能搭的是云霄飞车 然后你冲到底点 但是你之后可能还是会往高点去 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用太在意自己现在 所处的位置在哪里 或你现在有志难生 或是现在没办法 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都是在体验人生的一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对画画有兴趣的人的话 我觉得当作体验人生就可以先跨出第一步 就是去点到来 投稿 没错 投稿 就可以来参加 看看创作奖 就像我那时候投稿 UniClo的T-shirt一样 就是我那时候也是保持着好玩的心情 这样其实也没有花我太多的时间 而且我觉得之后 它也是你可以当作你累积作品的一部分 我是觉得不吃亏 尤其现在在疫情的期间 大家很多时间都待在家里面 那我觉得如果这个创作 同时可以帮助你抒发一点心情的话 也可以抱着 就是 自在参加不正在特长的想法去做 我觉得通常这样都会有蛮好的结果 就是当你画你真正想要表达的事情 就是你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创作的时候 通常评审都很容易会有共感 这是还蛮奇妙的东西 所以我会觉得 你可以当作体验人生跨出你的第一步 来投稿看看 假如说真的 就是大家有共鸣 然后中奖了也可以有一笔奖金 我觉得也是蛮好的 其实那时候就是在参加这个 受邀参加这个评审的时候 就有画了这张挑战不可能 然后这个图就是在填手肘 然后其实大家应该就是网路上就有看到 不然你是小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听到人家讲说 人是不可能填到自己的手肘的 然后通常你会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试看看 就是拿起来填看看 真的填不到吗 其实我会觉得在小时候 别人跟你说你不能做到的事情 或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反而会很轻易或很快速的赶快去尝试看看 反而是你年纪大了或是这件事情的复杂度增加了之后 你反而会开始就是停下脚步或开始会犹豫 开始不肯去尝试 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所以我画这张图 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回到最初的想法或最初的初衷 去想看看说这个事情真的不可能吗 我就试看看嘛 就算是失败了 其实就拍拍屁股 还是继续走下去啊 所以我会觉得只要有机会 可以尝试的话 都可以像小时候的自己一样 傻傻的去挑战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也是之前的创作 是那些年的怀旧小玩具 然后那时候也是当年的首奖嘛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贴图的创作的概念就很好 就是它有怀旧的小玩具 然后每个小玩具 可能就是有一定年纪的人都有看过的 然后它搭配的字 像是在复旦吗 那个复旦极大就是对它很有印象 然后它的字词又是很实用的 它每个搭配的字跟图都很融洽 又好用 然后又有梗 然后又会让人会心一笑 然后在发大财的那一个就是 那时候韩国有很红的那时候的一句话 然后它是当选 它把这张图投稿是年度的表情 年度的情绪的贴图 然后所以这整套就非常的完整 就非常的有童趣 又画得很漂亮 所以当时对它的印象就很深刻 这个作品我补充一下 因为那年的主题叫做反骨反骨 对 返回古代的反骨跟叛逆的反骨 所以那时候就结合了 返回古代复古的玩具跟 那种什么暗 就是这种比较反骨的用语 所以那时候 对 当年的时候讲 就结合到这个主题 就这个还蛮重要的 好 最后有人来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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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最后来这边做 需要对你们有帮助 做一个ending啊 非常谢谢老师 今天花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还在憋尿的情况下 跟我们聊完 怎么样把 对 喜欢画画的人 然后变成怎么样 把画画当成职业 然后还分享了贴图怎么画 什么业界技巧非常的多 那希望大家呢 今天都会很有收获啦 得到的灵感 希望大家可以在8月10号之前 投稿买凤行动创作奖 就有机会获得10万元奖金 也有机会在颁奖典礼后 再跟老师继续聊聊你的作品 所以欢迎大家呢 给自己一个尝试机会 然后勇敢突破自己 跨越能不能的边界 好 相信 请大家相信自己都是 possible I am possible 谢谢老师 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Kiki 谢谢工作人员们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那大家拜拜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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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